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首先跟大家跟进中港两地股市的中午收市表现 内地股市半日是个别发展 上证指数低开不足1点后 早段反复靠稳 半日微升1点 报在2888点 深正城市半日收报9134点 升11点 湖深300指数跌4点 报在3777点 而创业板指数升10点 报在1526点 香港股市方面 恒指半日收报28402点 升30点 国企指数升36点 报在10806点 大市成交金额半日是319亿元左右 接着这一节请来Michelle跟我们跟进下个视频 Michelle 你好 你好 港股昨天跌超了400点 今早反复靠稳 半日没什么明显的方向 如果投资者要入市的话 有没有什么风险因素大家要注意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要入市 未必真的画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始终你看到这几天 港股的走势很牛皮 成交也不算特别大 投资者观望的气氛仍然很浓厚 这段时间香港方面的政局的不稳 或者说一些市场上的因素 例如对于政治环境、营商环境的担忧 我觉得仍然令到所有投资者 有一个望而却步的情况 而这个港股是港股的问题 而美股外围方面 其实也是说现在慢慢进入第二季的 一个财部集中的一个季节 其实大家看着企业财报 可能都有七成以上八成的 已经公布的业绩是真的超出预期的 但是大家也因为知道这个预期在前提 其实之前是下调了之前的营收预期 就算这次出现有一个必须的表现 也不会过分地反映 反而是担心对于它之后 下半年的企业盈利预测的下调 或者收额这种担忧 所以现在无论是外围来说 还是港股来说 真的要支持市向上的那些因素 不算特别大 之前炒我来说炒减息的一件事 相对其实都已经是 基本上绝大部分已经反映了在股价里面 你说美股要再创一个即市新高 我觉得已经是逐步来说 是会越来越难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上 其实之后你要再向上的那些因素 已经没什么大理由的情况下 最大可能性都是在现在这些卫市做一个牛皮市 或者说是拉锯的一个格局 要真的进行一个向上抽升 会有什么因素呢 之前是之前可能分析过 内地会不会真的短线之后 会讲过降准 或者其他的一些旧市政策 但是之前的一些经济数据 出来又不算特别负面的情况之下 又难以在短线来说看到这些政策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 真的要再接上去抽升一阵 风险来说还是比较大 我也是会建议投资者去到这些位置 逐步去减持 然后你说如果之后去到下半年 整个经济前景都不算 就是说看得特别好的情况之下 半仓或者甚至是将仓位 逐步减少到去接近 即是可能四分一这些位置 预留空间之后再加注 或者之后再上车 会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布局 好 半天表现最好的南筹库 就是恒安国际1044 半天升超过半成 事关于大行就抢好它 好像物隔离就发表了报告 就如期下半年原材料的价格 就会降低 所以可以带动到他们的盈利增长 将他们的评级由跑输大市 调升到跑赢大市 目标价也升了四成半 去看80元 Michelle 你看行安后市 是否真的可以这么乐观呢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 有个点就是说原材料成本 这一件事对于恒安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大家会看的 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最主要是说纸张价格 而目前来说 你见到年初至今的纸张价格 的确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这一件事是有机会令到 它的成本有一个大幅下降 但大家也看回恒安另外一件事 除了一个成本之外 都在说的就是它去年 是开始做一个传统的渠道去改革 其实恒安之前大家在说 它是用阿米巴的一个方式去做 有170多个分销网络 但现在就由去年开始 将一些表现不太好的分销商 那个覆盖的网点数量 就直接不做了 就将那些覆盖数减少 交回去给新零售 或者是被公司直销来做 那你在这个交接的 比如说批发转直销的过程当中 有机会特别你要做新零售 或者是新的网点推广这些东西 会有一笔推广费用的一个增加 所以这一样东西 有机会你说真的会对冲了 刚才说的原材料价格下跌的这个因素 所以你看回它上半年的那份业绩 我觉得就未必真的说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出来了 那纯粹是说现在 会不会是说上半年的派息上 可能有少少的一个惊喜 或者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派息水平 去进行的一个派息 但是这一件事我就觉得 如果行安真的要在上半年的整个销售利润 都要可以改善 或者股价要再向上抽升一阵 只靠刚才说的那个因素 未必真的可以支持股价走得太远 所以其实特别你看到它今天的那个升幅 都已经是这么临厉了 之后要再向上 我觉得压力价格还会比较大 还有可能大家会慢慢去反映 除了这张价格之外 刚才所说的那个推广费用增加 这一个点会慢慢去反映出到来 因为其实现在目前来说 市场对于这个因素的反应 或者刚才讨论的热度都不算是特别大 所以我会希望可能等多几天 可能如果市场有更多的数据显示 其实原来上半年的推广费用 不会真的对它有很大的影响 或者两相抵消之后 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之下 再去考虑对于股份后市的部署会比较好一点 好 然后还想和Michelle谈多一只跑赢大市的股份 就是安达体育2020 它昨天发出了一个营起 预计今年上半年经营日理会增加不少于五成 而顺利亦增加不少于两成半 消息大动之下 股价今天又再破顶 曾经一度高建59.95 上面就没有铐货了 是否有条件可以再向上市 我认为安达出了一个营起 是否真的有这么大的惊喜 或者这么好的一件事 我自己就觉得相对来说 也不算真的这么理想 因为我自己就会觉得 就算上半年是真的可以做得好 但是下半年又如何呢 是否真的说到整个全年 是真的可以去做到原先大家估计的 就是现在看街或Bloomberg的一个行业的预期 去到全年的那个Ned income 要增长到两成七这个位置 这个目标是否真的可以达到呢 我觉得始终仍有一定的距离 上半年你说真的逼到大家的预期 没错 就正如他自己所说 可能在零售业务上个别的牌子 做得比较好的product mix由所改善 或者说可能是其他的提线收到政府补助 这些东西的因素 才令到他上半年的那个 你说Net income的Net profit margin也好 或者Operating profit margin也好 会有一个必须预期的表现 但是这些亦都很难说 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反映到 他自己本身内生的一些品牌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在 其实始终在讲安踏之前 亦都是有不少的沟通机构 去针住他的那个Fearler的一个销售利润率 或者说整个Fearler之后的那个前景 去看 其实经过了这么多轮的沟通或者追击之后 安踏的那个走势始终都仍是比较硬正 但是是否就完全说 是完全对于这个股份 完全没有了这个困扰 或者说对于这个隐忧会消失了呢 我始终又看得比较审慎 特别是说连续几份的沟通报告之下 它的股价还可以不断地上升 再加上其实是不断有北水的流入 去买这一只股份的时候 我会保持审慎的 如果之前真的看好Fearler的燃墓增长 的确没错去到下半年 或者去到明年之后 慢慢有机会真的看得好 但是这一样东西 始终还是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前景 还有就算你说 之前进入了的现在这些位置 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投资者 都已经是有盈利在手的了 去到这些情况 再加上对大市的看法 我自己对于这个股份的 那个投资策略和大市一样 都是逢高减持的 有货 你真的不要太贪心 尽量减持一点 先吃了 放入袋子 因为其实之后的 上半年整份的业绩来看 你还要反映之前收购的收购费用 还有你之前收购Emma的股份 它是否真的可以这么快有盈利 可能未必 有机会是要倒回 转头要少少钱 再加上其他牌息 不会是很大惊喜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股价的升势零利 主要今次出盈利之后 都已经反映了七七八八 到它真的出盈第一季 上半年的业绩之后 我相信股价会回落 所以都真的建议投资者 在现在这些位置逢高减持 好 谢谢Michelle你的解说 这一节都和你谈到这里 和你申报 刚才我们提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 好 谢谢Michelle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